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台南运河的人行道边 其实我们看到到整个运河的水位 其实不只淹上人行道 而且淹上了后面的回游路面 占据了一个车道 所以气候变现的影响在台南 其实在台湾或全世界 它已经实时在在在发生 只是平常大家可能只认为说 这是地点下限 不会发现说 其实这个已经发生 有机会大家可以自己来台南运河店 看这几天的早上 大概八点到九点 其实是可以看到这样的样貌 如果你可以想象 你在一个城市 然后你花了很多钱买一栋房子 过去偶尔淹水 但是现在不用台风 也会淹水的话 这样你可以考虑一下说 你要不要好好的面对这件事情 就会发现了一些特别的地道 我现在先看了一个车道 我最后看的是 就会发现了一个车道 但是我所以想象了 就是这样 这个车道 我只想象ietet 辛苦囉 今天的大潮水准淹上了回游路面 这其实是一个警讯 因为不要再讲什么地层下限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南竿 其实是泡在水里大概超过10公分以上 这个是我们现在即将面对气候变迁的事情 而且已经在发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